欧狗给黄罗博康富贵枪战报大赏 今天博康教会跟大家带来 全新T0天花板 SP马超富贵枪全方位战报解析 博康知道你肯定不信 这队都能T0 群攻不得笑死 对啊 你让他给博康笑一个 来笑一个 然后就是盛气冠冠章 来啊 克制SP马超啊 不是脚械无敌吗 不是各种零损穿吗 博康再送你们一张 补成功的战报 彻底推翻你们对于SP马超的错误认知 接下来博康就带你们重塑 记住辅集军名是整个队伍关键中的关键 他能够让你的队伍在前期有两个90%和一个60%的减伤 这是你去对抗脚蟹的唯一途径 SP皇甫宗给我至少点50点速度 去配合解法威的36点速度快过SP出军 这是你对抗情况说了很多很多边的细节 然后草船就不要伤了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五个飞光之胜或者灵威救助回复体系就已搭建完成 进化就交给SP皇甫宗的后发先制 去概率完成一速进化吧 接下来我们转转说一下SP马甫的技能携带 唯一顶配就是当风加速成 指挥被动和主动战法全部通吃 不管是白板还是满红 这就是唯一的标准答案 加点方面SP马甫补行目前是半武半速 SP皇甫宗50速全统 徐优则是全智力 兵补行方面SP马甫可以绿色速战 也可以红色输出 SP皇甫宗后发先制必点 徐优则点蓝色提高防御能力 装置方面 博康认为枪宝不是必须 队伍强度已经足够高 你可以去共存顶配的狗冠体系 至于原住甲带不带 博康反正现在带着 感觉还可以毕竟减伤足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五将来欣赏这对华丽的表演 首当其冲SP关羽 SP关羽队伍特别是主将SP关羽队伍的没落 已经板上钉钉 皇冠枪也好 杜江枪也罢 变峰已过 不必留恋 博康再提醒一下 这集里一看到的所有战宝 都是博康冲的满棋酒吧 你自己看看满红皇冠枪的招架能力 以后SP关羽的去处 一定会朝着狗冠枪这样的副将位输出发展 但面对SP码超仍然毫无优势可言 SP关羽的时代已经提前终结 然后到我们的长心术司马仪 很遗憾司马仪更无招架之力 不管是军民还是腾甲体系 国康45级打到49级 没有一场劣势 当风加祭穷 司马仪能输出理所当然 然后我们到麒麟宫 随着将位被各种当风加祭穷 他的输出稳定性大幅下降 没有了将位麒麟宫难言麒麟 你也不要以为庞统有什么稳定性 当风和祭穷同样伺候着 输出难度可想而知 然后到富贵棋体系 国康基本没输过 你看看杂百百我们的冰锁 你觉得有啥好说呢 然后国康再给你们补几张速攻队的战报 国康仍然是那句话 两个90%和一个60%的物理减伤 什么体验还需要国康多说吗 最后国康再给大家说一下 目前这队不能稳定处理的队伍 所当其中胡国肉攻特别是SP旅行版本 成目版本会更好处理一些 然后是国康初步意料的北伐枪 这个有待进一步评估 最后嘛肯定是吃饺子类的虎城类速攻 这个没办法避免谁来都一样 OK SP马超富贵枪的战报就展示到这里 全新的T0 全新的战场环境 白红玩家的绝对天花板 白板玩家的绝对对强音 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 OK OK